跟我们一起去日本 为期十二天的旅游 现在的时间是6点50分左右 外面的天刚刚亮 然后她发现另外一个女生化妆 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去前往附近的地点 为她们两位拍摄和撒照 你们看一看这是我们住宿外面的风景 然后遍地都是雪 我觉得昨晚应该是有下雪 OK我们来到第一个地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拍摄的第一个地点 现在是时间8点半 我们来到的是网红树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13度 有点冷 但是感觉又还好 所以Let's go 我们要拍摄拍摄咯 我的器材包上面全部都是雪 下雪了我觉得人生无憾了 户外的温度是零下14度 早上9点钟 终于是她下雪了 啊 你看到吗 不懂我看得到雪吗 我这样子看 我这样子看得到雪吗 所以 看到吗 看到吗 有雪了 有雪了 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站的地点了 我现在手上是没有戴手套 因为其实操作相机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我现在我的手是很冰的 我现在来到的是青池 也是位于美英市这边的一个景点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次我们要拍摄的这个景点这样子 然后 现在的温度状况就会比刚刚在那个 网红树会好上一些些 刚才在网红树拍摄的过程当中下了雪 然后所以是我们是一度 边拍边上车边拍边上车这样子 然后现在你看这家伙 往下来我在念舞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拍摄了 呀 我们第二个场景拍完了 然后现在 虽然说是没有下雪了 就是天气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已经冻伤了 我现在整个很狼狈 然后我们现在走来前面 然后拖着我的这个器材 然后往前走 然后 希望出来的那个照片 全部会是非常漂亮 OK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早上 也就是上班场的最后一个景点 就是来到这个白须瀑布 其实这个景点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 是刚刚我们在那个青池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游客他的推荐 我想说就来这边看看一下怎么样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白须瀑布 估计是需要在走到里面去看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尝试走进去看 可能就是拍几张合照 我们就打算离开了 因为下午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行程 去到其他地方拍摄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回到住宿 先小小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吧 回去休息之前 又来吃我们的午餐了 BB 你来吃拉面吗 不爱 我进去吗 对 我来 我们现在来到 今天的最后一站 现在是下午的4点20分 我们来到了福良夜的这一个 森林精灵舞台 不是路台 森林精灵露台 说错了 人很多 然后现在还是飘着雪 然后拍是有点难 但是还是会拍拍几张 然后这边是最多人走投的一下 所以 Let's go 这里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里真的是非常漂亮 就是这个福良夜的森林精灵露台 你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的灯光 据说这边的开灯的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 其实也不是下午4点 就是4点天开始夜的时候到晚上的8点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在5点半左右 因为我们已经快要拍摄结束了 全部人在这边 好 我们拍完了今天的全部的行程也完成了 我们今天的整个行程要回去休息 准备明天 去到下一个景点了 所以明天开始我们就会离开福良野 回到渣滑和小泉 至于游去哪里我就不说那么多 明天我们要去说话 拜拜 明天我们的行程就会离开福良野 回到渣滑和小泉 然后我们明天再继续啦 拜拜 结果我们从那个金银路台回来的路线 就找了一家 Shop Shop 收拾锅来吃 吃完后明天再继续